你好 歡迎收看8月8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花蓮縣政府青年發展中心 一連三天舉辦了花蓮社會新鮮人職場及站立的工作坊 邀請到專業講師提供學員有系統的軟實體課程 還有實戰培訓 縣長學就為特別出席勉勵 也請求學員們在過程當中可以建立並且增強實力和自信 8月7日至9日 花蓮縣府青年發展中心 舉辦花蓮社會新鮮人職場及站立工作坊 邀請金鼎獎最佳非文學圖書獎得主洪正宇擔任講師 縣長徐正衛8日特別出席 鼓勵參加的學員要像海綿一樣 吸收豐富的經驗和知識成長茁壯 從實力中來做分享 而從實力中找出問題找出方法 讓大家有一個模式來發握 但是這只是一個模式 如果你沒有實說的經驗 你就要走下去 走到地理去 走到部落去 走到社會去學習 但是這一次我們28個學員裡面 幾幾乎都有工作的經驗 而我們很多的實作經驗其實都是有的 在這個工作坊裡面 其實透過之前自己的生命經驗 還有實作的經驗 其實很容易也很容易學習很容易提問 但是勇於提問勇於討論 那在這裡這位真的要謝謝大家 今天是第二天還是全員造型 第一個就是我們對自己求私的欲望 還有想要對自己有一個搬轉 讓我們自己的人生不同 第二個就是對於洪老師的這個教學方式 跟大家分享的方式 都覺得非常非常有信心 第三個 謝謝對華聯縣政府以及 新發中心的支持 曾擔任記者 製作人 主持人 等領域的台灣風土設計師洪振宇 在課堂上傳授包含計畫力 提問力和簡報力 藉由課程講述和個案分享 引導學員思考和討論 以小組的方式實作練習與發表 再轉化成立即應用的軟實力 建立並增強實力與自信 為後疫情時期做準備 也為深更華聯長期發展做奠基 記者長幫宴華聯師報導